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我去一间自殺店买香 平时我都去开这一间 我看到有一群私人 是来买萧衣的东西 买萧衣的东西好像我上一集 鬼缘我都说过 都叫大家往生咒 或者衣纸里面其中一篇观音的大悲咒 因为萧佛经是一种很大的罪行 这些所谓的主妻 反而主动 你和我拿几盒网生咒 拿观音衣 当时我有一种冲动 我应不应该出声呢 我想想想 如果我说出来的人 可能说我多事 但身为我自己 一个师父位置 我不说 好像很不舒服 但始终我都没有说过 因为我要说的时间 我在节目也都说过很多很多很多次 要怎样尊重佛法僧这三样东西 所以今晚我的主题 就叫做正善之意 有时候 所谓正所谓善 很多很多临界店 有很多很多灰色地带 近期我认识了两位朋友 有一个来自新加坡 叫Charles 有时候大家在我Facebook 都看到我会 登了一些图片 都关于泰国佛教的东西 都是由这位朋友 电邮给我的 那我就再 就是 登出来给大家 跟大家分享 另外一位呢 就是 收神功的一位师傅 另外 我认同了一句话 我以前都经常说 没有先人为主 只有达者为先 人上有人 天内有天 虽然这两个朋友 都来自不同的地方 一个就是 我所知道的 他对于泰国佛 都有研究了 十几二十年自己有些兴趣 也是收佛的 还有一个神功师傅 当然有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经验 大家都有不同的观点 我一直都很喜欢一件事 就是 佛学 佛学 除了我们要 医经据典 去学习之外 很多不少 我们要加上 每一个人 生存在现世的价值观 人生观 而拿到一个平衡点 就适合我们现在 现世所用 所以很多事情 都没有对没有错 我常常强调一件事 百幸以孝为孙 什么都由自己做起 由孝道而开始 但是 有时我都会反问自己 问自己一个问题 如何是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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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一个老人家 一个长辈 或者一个父母 我们明知去做的行为 或者举个例子 会伤害自己身体 但是如果我们逆去意 那当然令到老人家不开心 那我们算不算是不孝 还是我们 跟从 而做一个愚孝 是不是 如果是这样 那我们自己 很迷茫 就像我昨天去一家资质店 买香 理论上我应该去说 但是我没有说 我是不是不该 但是说出来 可能别人会说我多事 或者他未必会听我的说话 因为很多东西 是潜言密化的 根深剃固 不是三招论 一两句说话 可以改造 好 好 就是好像我 今天 有时候我都会登一些 大德高僧 的一些短句 或者一些说话 几个小时前 我在Facebook 登了一句 慈悲最快乐 我只能认同一半 好像那一块牌匾 那我这位新加坡朋友呢 我这位新加坡朋友呢 实际上一个短讯 我听完之后很认同 但我也不是说 这篇文章的大德 有问题 而是每个人的价值观都不同 他跟我说 他说 慈悲是最快乐 我只能认同一半 有时自己 慈悲 会导致自己 这种惨痛 因为慈后面有个悲 但他也认同 慈悲心 是修佛的 必经要走一条路 所谓复行路 所以今天呢 就不会给他赞我了 那我就很认同 如果我说一句话 或者我搬一个转载过来 每个都赞赞赞赞赞赞赞 那叫跟风 就凭一句话 就可以 给我知道呢 很多人 都在默默去行正道 去说正法 拿去自己的经验 拿去人生观 出来和大家分享 那实际上 以我刚才的说法 慈悲 我们应该去学的 但是有时 对人慈悲 我们经常说的 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那如何拿去平衡 那如何拿去平衡 但修佛就一定要慈悲的 你拜观世音菩萨 你拜释加牟尼佛 都是学慈悲 拜地藏都是学慈悲 学去的德行 但是说 我们如何拿去中心点 就是要我们自己 用我们的智去分析 我经常说佛学 不是V弘弘 不是V弘弘 不是好像那些神怪片那样 而是我们要学到 它里面的人生观 我们要开通我们的智慧 开通我们的心智 我们才能够去成就 真正的佛法 佛法是一个圆满觉悟者 的一种称呼 佛是凡音来的 所以我有时候 有些朋友 缘分 认识到 我真的很开心 我也在他们身上学到很多很多东西 这个Charles也好 在香港一个学神功的师傅也好 虽然有时候他的理论 他的表达和我的表达 有所不同 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希望 把真正的法 去告诉大家 去分享 不是一定做师傅才是我们的责任 我经常说的 我只是冰山一个 和我学的东西 或者我知道的东西 是非常非常之肤浅 单凭我一个力量 根本不能够改变什么 如果每一个人 都能够做到这个行为 保我之不足 大家去共同 去行法 我经常说的 知法的人多 而行法的人少 是吧 如果我们各个都有知法 同时要行法 令众生更加明白 什么才是真理 什么是真正的人生观 如何去分辨是非 有时候 表面看到的东西 未必是真 说的东西 未必是真道理 但我们很相信 一样东西 就是每一个人心目中 他都有一把情 或者叫一个天平 他应该怎么去衡量自己做的东西 是对于错 打工也好 我很年轻 我都说过一句话 我和上司说过一句话 我上班 我什么都会带 我是不会打一个 鞋鞋相关工的 所以我 年轻的时候 别人说我 暴躁也好 说我 不时舞也好 我是 令到很多人不欢迎我 只是喜欢做事 看到结果的 上司去喜欢我 就是 今时今日 那个 世界 或者香港 也好 我以一个 生活了半世人 的角度去看 某些情况下 我会很悲观 因为 因为 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世界 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为什么越来越离谱 为什么 年轻人 熬不到 压力 就会自尋短见 为什么 一个人 想说自己 心中的话 都说不到 人 很简单 就是 生活平稳 三餐温 有个公道 就可以了 就是 我相信全世界 全世界 不仅是香港 全世界人 都希望公道 有公理 如果没有公理 我们只能靠天理 但我们不可以望天打掛 求神拜佛 是其中的一步 但是我们不可以求神拜佛 就坐在家等 说不通 这就是迷信 那我们是否要从我们自己 去做起 就要开我们的宇宙观 开我们的智慧 分辨是悲 很多人说行政道 重善理恶 说就很简单 做呢 就是说孝道 要去做 都不是那么简单 谁不知道孝顺是对的 是吧 就是很简单 一个 做责的父母 会不会叫自己的儿子做责 绝对不会 都是苦读不吃义 是吧 但是说 喂 那儿子每天看着老爸 是做责的 你说他会不会受到感染啊 那 你说那个父母是爱子啊 还是唐依狠 唐依独药 慢慢害到子女 是吧 自己 不读书 或者没有书读 当然希望自己的子女读多些书 将来 平暴清云 那是否全部有学历的子女 那是否全部有学历的子女 他的下一代 就一定 知识广博呢 穷人的子女 没有知识的子女 是吧 他的子女一定跟父母一样 没有学历呢 不是 所以永远都是当事人的问题 他的价值观的问题 而父母只是一种榜样 所以正与善 那个本意 就是每一个人去做 每一个人去衡量 如果他衡量得好的话 不但对自己有好处 对他身边的朋友 他的下一代 都有很大的好处 所以 我们既然去接触佛教 有些朋友说 喜欢听师父讲道理 我不敢说 我没有资格和别人说道理 我没有资格和别人说道理 但是我可以 我可以 将我自己的感受 或者我几十年 在这个世界上生活 的体会 和大家分享 这个世界上 我经常说一件事 根本就没有什么 对与错 正与邪 全部都是人自己做出来 所以我们也要承受 我们自己做出来的 后果 不要后果出来的时候 就怨天由人 是吧 当你怨天由人 时间 于是无补 为什么我们 觉得自己有问题 或者我们自己都没有那么好的时间 我们不会 立刻去改变 等到事发之后 就事后恐明 所以 如果大家是喜欢听我的节目 或者去学佛的 就一定要 浪费时间 去开了自己的智慧 去分辨是非 OK 今晚的时间都差不多 看下集我说些什么 拜拜 拜拜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